踏上双层巴士 沿途观光之鱼还能欣赏到戏剧 近日 上海开心麻花携手春秋集团蜻蜓观光巴士 推出建筑可阅读专线2.0产品开心巴士建筑可阅读主题车 将城市观光 剧场演绎 沉浸式体验 导览 互动等元素融合 引发广泛关注 坑坑洼洼的 交通不变 没有人愿意来这里 可是现在呢 已经不一样了 现在是一年一变样 三年大变样 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 我们的浦东已经发展成如今的样子了 该巴士一层为海派复古风格的场域 二层则为沉浸演艺区 当观众置身车厢内 伴随着剧情徐徐推进 车窗便会化为历史银屏 不断呈现着城市的精华和底蕴 在历史故事和现实场景结合中 用70分钟的时间打造出跨越浦江两岸 贯穿百年历史的独特观光旅程 作为开心巴士作品的编剧导演 张孝帆以经典的错位喜剧为创作手法 利用上海小姐和小偷两个民国时期的人物进入当代时空 通过错位的设定来制造喜剧效果 与之相应的 故事的语言和音乐既包含老上海的时代特色 也兼顾现代人的视角和情怀 让观众可以更加顺畅的共情人物 其实打破了我们原来对于旅游的这个讲解的完全讲解 以及哪怕是故事性讲解的概念 他这两个人是一个亲历者 而且是有时间跨度的 巨大的时间跨度的亲历者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自己的感受 他们自己的见闻 既是对于这个车上的这样的一个实时的反馈 同时也是对于上海他们的这个世界 和他们的视角当中看到的这座城市的魅力 以及他们能够感受到的上海巨大的变化 我们想给观众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有历史厚度的上海 据介绍 开心巴士行走在建筑可阅读专线上 基本覆盖了上海核心旅游和商业区域 将会穿越浦东 浦西 经国大世界 东方明珠 陆家嘴三件套等城市地标 带观众感受城市发展的日新月异 我们的开心巴士是上海首个兼具观光一体的一个戏剧巴士 更是一个移动剧场 然后创排了这个剧 然后也是有一种穿越的形式 让大家从古到近来了解我们上海的这些文化历史 但是还可以了解上海的一些建筑的一个故事 我们的整个一个建筑线就是建筑可阅读城市为旅游嘛 据介绍 开心巴士试图让每位观众都能在这部脑洞大开 又合乎情理的故事里看到 理解 体会上海这座百年城市 未来 开心巴士还将计划复制到更多城市 打造更多由本地人文故事而印制出的流动城市名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